好久不见的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 他在3月底确诊罹患新冠肺炎之后 终于在27号重返工作岗位 并且在唐宁街10号发表演说 强森对英国人民信心喊话 他说现在正在扭转颓势 但是也提醒大家 一个不小心恐怕会爆发第二波感染 所以他并没有宣布 何时英国才能够解除封锁令 大病痊愈的英国首相强森 看起来销售了不少 他27号重掌职务 在官邸前发表演说 他说五非疫情是英国自二战以来 面临最严峻的挑战 但他对民众信心喊话 说英国疫情渐入加境 确诊人数持续下降 入住家户病房的患者也在减少 如果这个病毒是一个体制裁 欧美国家已经陆续逐步解封 至于英国何时能解封 强森说恐怕没这么快 虽然他知道民众快被闷坏 快要没耐心了 也了解必须尽快解封 让大家回归正常生活 但他警告 英国五非疫情正面临关键时刻 一不小心就会爆发第二波感染 因此英国政府还无法宣布解封 强森三月底确诊武汉肺炎 病情一度恶化送医治疗 还进了加护病房 出院后他也曾透过视讯 感谢医护人员帮他捡回一条命 原本他要在乡间别墅休养两三个月 但英国疫情还在高峰 让他不得不尽快回归 带领英国对抗疫情 谢谢我们新变异